弟兄姊妹,早安 今天我们要读诗篇十八篇 诗篇十八篇非常的长 今天我们就读分享其中的一小段 其实这一小段我们就可以来了解 这一篇是大卫的诗歌 这是大卫早期所写的诗歌 也是他整个属灵的状况 好像他非常的好 对神对人他都是无亏的 所以在神面前他就有这样子的写 但是我今天我要来分享 这一段圣经到底有什么样 给我们怎样的教导 就是当我们都得胜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很不错 我们来读二诗节 我们读到二十六节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 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点章藏在我面前 他的利益我也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代他 完全的人你以完全代他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代他 外地的人你以弯曲代他 他带他 那弟兄姐妹这边就讲到 他就觉得上帝 二十四节说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 那我觉得这是 我是觉得这是我们有 我们的一个错误 这个误解 误解 我们以为 我们说我们以为的事情 其实不是 我们认为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的各样各样的状况 我们都非常的好 所以呢 上帝会祝福我 我因为我都做了 上帝要我做的 所以我上帝就会恩待我 弟兄姐妹在某一方面 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讲的话 是是是对的 可是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里 我要怎么样跟你分享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了解 那耶和华 这个 这一篇诗篇呢 大卫所说的 这个 他 因为他都一直得胜 他也都做上帝所喜乐的事情 那他就 他会有一个错误的 这个领会 就是说 这个 因为我都做了 我是在神面前 我是完全人 我在神面前 我是公义人 我在神面前 我没有作恶 所以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 好像我都做了很好的事情 所以上帝就这样做 24节 他甚至说 耶和华这样按的公义 是按照我手中的清洁 偿还我 好像我都做了这么好 所以上帝也要对我这么好 是偿还我 是我该得的 是不是 25节说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代他 完全的你完全代他 清洁的人 你以清洁代他 那意思是说 因为我这么慈爱 所以你就慈爱对待我 我这么完全 所以你就以完全来对待我 我这么清洁 所以你用清洁来对待我 那乖僻的人呢 你就用乖僻对待他 上帝啊 我不是乖僻的人 所以 丢姐妹 这是大卫初期的时候 他的感受 他的感受 那我们看见后来呢 大卫也跌倒失败了 是不是 所以到了32篇呢 他所讲的51篇 是他的悔罪事 那他终于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跌倒 那这个跌倒 我想以一个属灵这么高的人 这个道德这么高的一个人 他竟然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想这是大卫所不能够 不能够了解 他怎么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 丢姐妹 其实他 他欣赞了这个乌利亚 这个就是乌利亚的妻子 法士法 说真的啊 今天当然是很大的罪 可是呢 在古时候的君王 说真的 那算是什么罪 那算是什么罪 可是当这个先师来向他说 你这样做是得罪神 让神呢 受到很大的羞辱 那个大卫呢 就悔改在主的面前 所以32篇 他的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他发现 他不是真的那么完全 他不是这么的公义 他也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 不公不义的事情 现在32篇 他就不这样说 32篇 他说什么呢 他说得圣灵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也好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那用简历 他说得圣灵其过 遮盖其罪 这人是有福的 他现在才知道 原来 我以为我是公义人 原来我以为我是完全 我原来以为我是圣洁人 其实我差的太多 只是上帝呢 保守了我 我不晓得 上帝的时候 一放我马上就失败 我马上就跌倒 我马上就犯罪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们一定要认知 我们不犯罪 我们需要起来争战 才能够不犯罪 可是我们 我们要犯罪 不需要争战 因为我们的本质 就是会犯罪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我们需要谦卑 来到主的面前 当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不敢说 做啊 你应该用公义对待我 因为我很公义 你应该 对我 我是很和平 所以你要用和平来对待我 我是很完全对 你要用完全的对待 那中姐妹 我们永远谦卑在主的面前 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上帝的心意 因为姐妹 我们还是要谦卑在神面前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们感恩的是 弟兄姐妹 终于有一天 上帝呢 放了他的手 其实他不晓得 原来神做大卫 四围的盾牌 所以呢 大卫一直的蒙上帝的保守 不是他很完全 而是因为神的保守 不是他很公义 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跟怜悯 在他的身上 弟兄姐妹 求主恩戴恩 让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个罪人 我们需要谦卑在神面前 寻求他的恩典和怜悯 我们不能够夸口说 我能够这样 我能够那样 我能够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个 法利赛人的问题是 他们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做到 做到以后 他就看不起 那些做不到的人 你们这些人都是罪人 你们都是罪人 所以那个法利赛人 就看到 看见一个税吏在那边 他就说上帝啊 我敢见你 我不像这个人 我不像这个人 他说 我不像这个人 做奸犯科 做坏事 那他说 我不是 对不起 你看见 哪有人这样祷告在神的面前 这样的祷告 上帝会听吗 那个 那个 那个税吏呢 他就在 在圣殿里面 他就垂着胸 低着头 不敢 不敢抬头 我想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法利赛人 他大概是 抬起头来 仰望 仰望天 你看见 上帝啊 我是个公义的 你看我 这个实践 所要求的 我样样都做到了 你看我 还有什么问题 弟兄姐妹 可是 耶稣呢 就对法利赛人说 你有祸了 有祸了 连续讲他们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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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祸 可是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说 这个 这个罪人呢 这个被称为罪人 这边在那边 垂着胸 说上帝啊 求你饶恕我 赦了我的罪 这个人回去 耶稣说 比这个 法利赛人 还要有义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耶稣来 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乃是要除去我们的罪 我们依靠他 弟兄姐妹 罪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完全被人挪去 当罪被人挪去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不敢夸口说 我比你更圣洁 我比你更公义 No 我们在神面前 永远谦卑在孙的面前 我们要向神说 主啊 感谢你 得赦你其过 遮盖其罪的 赦人是有福的 耶稣华不算我有罪 弟兄姐妹 不是我们没有罪 我们是神 耶稣也好 不算我们为罪 为什么耶稣 已经替我们 遮盖了我们的罪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要活在恩典的里面 我们不活在 我们不活在 律法的意义里面 我们活在 耶稣基督恩典的意义里面 感谢主 每天靠着耶稣 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高我们低 我们都在上帝的保守 看顾里面 因为他的恩典 是够我们勇人 祝伊尼同战 阿们